天生六师 目前为止我们上行载荷 样品量还有上行重量 最多的一次 首先我们针对这个 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演练 这个演练就是包括方方面面 然后通过这些 以及我们严格制定的 操作流程和规范 来确保一个是操作 顺畅性有效性 以及我们按这个时间节点 确保它的时效性 上行的这些需要航天员操作的 我们在地面都经过了 航天员系统的这个 功效学评价 以及我们乘组 如果做这些相关的操作 乘组在上行前都经过了 这个相关的操作培训 还有我们这些上行之后呢 临时安装的这两个细胞类的项目 它的时效性要求比较强 交汇对接之后 开舱门之后 航天员要尽早的进行这个细胞的转运 然后把它转运至我们载轨的 问天舱的生物技术实验柜 这样尽可能早的开展实验 载人船它是人可以进船去安装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生命类的样品 就是也是随着这个载人船上行 包括我们这次货运飞船6号上行的 这个生命类的蛋白与核酸 还有生物力学 其实这两个的样品它是随着这个神舟船 神石6上行的 然后我们这边上行的是这个实验装置 对然后等神石6上行 载轨之后 由航天员进行一个组装 组装后安装到我们相应的这个生物技术柜 开展载轨实验